鍵 鍵 下面可以刷 上面記得刷的感覺比較重 所以6R可以多用 至少它在這個時期確實是如此 晚期未必 點氣質都還蠻大 而且還蠻流暢的 不用寫太小 鍵力通常會低一點 有點弧度 撇 點 鍵 好 上寬下載 請書的動作稍微保留著 這裡寫窄一點 讓右邊的這些筆畫來做表現 這裡C 出 C 而張開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筋 所以這個間隔 間隔都保持好 可以略帶一點勾 G G 有出現過 所以不用怕照寫 據這裡古代很習慣多一個筆畫 現在沒有 以前有 以前有就造寫沒有關係 雀 雀的裡面筆畫比較多 讓它鼓起來 第二個我讓它寫上比較接近 行書的寫法 這個在裡面也有出現過 所以只要它出現過的樣子 我們就可以寫 去 去 記輸 再一個欠 拍一下 點 老長 去 豬 豬沒寫過 不過我們可以把那個0公 那個0 拿來用 因為這兩個字其實很像 豬 多一片 零空的零這邊寫的是一個點 你也可以寫這個點 珠 橙三半季裡面有 所以可以造型 照寫的時候就盡量寫來跟三半季一樣 應該這樣風格才會像 雖然這邊是寫一篇籤字文 但是我們盡量要模仿 盡量要接近招夢虎可能的樣子 可能的樣子 頁 頁 就要斜一點 斜 斜 這樣刷才會夠重 這邊的話是鈕 鈕可以稍微拉一下 頁 頁 中文武的上半段有時候就覺得蠻大的 反而下段段沒有你想像中大 短 翻折 上去 光 中文武的上半季 中文武在這篇上半季裡面寫的都是略方 所以很多字的解體其實 被他改變 略方 因為方的原因是他下面這段短 短的話這一段 這樣子就方了 就看起來不會拉長的感覺 針在三半季裡面 有出現過 就照寫就好了 不要再創 所以他有出現對我們來講真的是 輕鬆 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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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里略测一下,左点张开,右点拉长,往下带